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市長跟各位報告 那各位曉得 局長要請他們一起進來嗎 剛才請他們一起進來 我已經請過了 局長今天一大堆人都在外面 然後你們一句話都沒有講 哪個名字都沒有報 出去就說我是局長 我要跟你們電麥克風你們不見 很多人都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所有人跟你們一起進來 你問媒體 他們知不知道什麼事情 就是媒體圍著你嗎 我們完全沒有經過 他們知道這個問題嗎 我是局長 從中央政府到現政府 就是所有人都是跟你一樣的態度 所謂跟院民溝通的態度 就是像這樣的態度 媒體記者我是不是局長 沒有人肯定 沒有人肯定 那我講話就不算話囉 其實現在工程方案還在寫商說 其實曾德社洗衣社那一代 其實是有可能留下來 那今天你們是發這個拆遷標嗎 那其實這樣的過程是很不合理的 就是工程中央還在寫商 那為什麼你底下的人就是 就要開始發包拆遷 那可不可以請你 就這個方面回答一下 這我得要請我們的這個部長 因為我到這邊來才三個多禮拜 那這個細 最細的部分呢 我其實不清楚 但是整個這個過程呢 我是有一個相關的了解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把整個過程呢 跟各位說明 讓各位了解 目前進行到什麼樣的情況 那我想呢你們所了解的部分 大概可能是你們希望了解的部分 其他部分你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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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所了解的部分 事實上是從行政體系上 一直下來 這樣做法 所以呢我建議各位呢 就讓大家坐下來 好好把這件事情講得很清楚 你們那個路 你們那個 你們真的 你們真的不願意看圖書 那我們就按照這個 警衛遊行法 沒有看你們在觀光啊 沒有看你們在做那條路啊 暫時的 我們不希望跟他們請衝突 真的不願意請 因為這個事情其實可以講 你講得很清楚的 但是你們故意要做 故意要製造那什麼衝突 不是說你 同學們 同學們他故意要製造衝突的場 何必呢 何必呢 我們今天來的朋友 還有阿伯阿木 我們剛剛有討論說 希望說 局長可以先到前面 簡單的 為現在的狀況 然後做一些講解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也要以來的朋友的意見為準 因為現在大家不願意進去 各位 各位 我們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在一個法律的 守法的一個層面 你們這是完全沒有申請 我是很客氣的 希望不要採取 有任何的衝突 希望你們到 局長我們今天也是簡單的希望 你不要簡單的希望 因為你的簡單的希望 曾經請願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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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請願 你去看曾經請願的合法 其實是不用申請 因為你不想了解真相 因為我們 你是想製造衝突 你不想了解真相 你不想 我們今天是弱勢者 我們進去 我們沒有辦法 知道說你們到底是想要講些什麼 然後我們不知道說 我們會不會被你們拐著跑 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我們只希望 你們是會受騙的 你放心好了 我們如果會受騙的話 我們是一直受騙過來的 我們是一直受騙過來的 我們走吧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受騙的話 我們今天也不會在那邊來跟你們吵架 今天非常 我跟各位講 我也跟各位媒體講 我現在立即到簡報室裡面去做準備 很簡單 我們準備好了 如果你們真的不願意過來的話 我真的也沒辦法 那就按照機會又先來處理 我就跟現在你要拆進從組 好我就發包軟 不然的話 我就請你搬到怎麼組合 你要怎麼解釋 你要怎麼解釋 你就盡量去做秀 你要盡量怎麼解釋 你盡量去做秀 我沒有 我沒有做秀 我真的在做秀 我真的在做秀 我真的跟你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到前面去講 要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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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們在那邊 等於是要進來就要出去 這樣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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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製造那個 他們說是製造衝突 製造衝突 不是要解釋 不是要溝通問題 你們不要派我們 媒體在討論 幹嘛派我們 這樣很奇怪 你就收證嗎 收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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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證我們已經夠了 這是我們的記者 這是我們的記者 我們不能進去拍 你們是有登記的 我們是媒體啊 所以我現在不能進去拍就對了 罰款殺人 罰款殺人 強災報徵 強災報徵 罰款殺人 必須要公開資訊 而且在環保署他們自己 一個內部的一個文件上面 就是95年 95年底頒布的一個 其實他就是依政府的 諮詢公開法所頒布的一個公文 他就大概已經規定說 他們必須要表列什麼 所以環保署很清楚 在環保署到事後發出的新聞稿裡面 他也很清楚 他必須要做諮詢公開 可是這裡面就出現一個問題 會議開始的時候 大家先進來後面排一排 拍拍照 然後該握手的握手 然後該拍照的拍照 然後甚至於是換換名片 然後給你錄個畫面 錄個東西 然後大家就全部清掌出去 我覺得這有問題 因為其實在政府會議裡面 他必須要名列等級 就是說什麼是機密會議 什麼是非機密會議 當你非機密會議的時候 你是必須要提供人家去旁聽 甚至是全程 就像立法院一樣 那審查會議基本上 他不被列為所謂的非機密會議 那像環保署他甚至於 他舉的例子 我覺得 我去調查新聞稿出來看 我覺得很好笑 他說 什麼要保護那些 所謂審查委員的身分 還有談話內容 那我覺得這兩個 第一個談話 談話內容 它本來就是一個公共訊息 為什麼你不能讓人家聽見呢 為什麼不可以照你 等一下 你有人錢 我沒有人錢 你是公務員嗎 請問你是哪一位 公務局哪一位 請問你是公務員 是啊 那你幹嘛跟我鏡頭 你不要隨便照我 我有人錢 什麼叫人錢 我也有採訪 我們是記者他需要採訪 請問你是哪一位 我不讓你採訪 那你不要動我鏡頭 你不要擋我鏡頭 你不要擋我鏡頭 哪一位 他剛剛是擋你的鏡頭 哪一位 副局長很厲害嗎 國務局副局長很厲害嗎 不厲害 一點都不厲害 不厲害那幹嘛弄鏡頭 我最不厲害 我都被他們拍的鑰匙 幹嘛 我最不厲害 我今天肖像全已經拍光了 肖像全 跟我講肖像全 你不警察 那你不警察幹嘛動我鏡頭 那你不警察幹嘛動我鏡頭 這邊 好這邊指著 不要進去 偷人把他擋出了 不要這樣子啦 不要這樣 每次在這個江翠我 請要在採訪 在這邊區在一區採訪好不好 我們裡面在做工程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 請你們在這邊採訪好不好 不好意思 為什麼我們不警察 什麼不警察 他可以嗎 他可以嗎 等一下我們有經紀 好OK 謝謝 趕快謝謝 好 那是你的事情 那對啊 他幹什麼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以為自己 你不知道 什麼 你為什麼要趕快地啊 你們為什麼要趕快地啊 你幹嘛 自然干什么 全賽報徵 我們賽了 全賽報徵 全賽報徵 拜託一下 配合一下好不好 你們剛剛叫我們來這邊 現在又不行 那我們現在就不能拍就對了 這不是公共的 你們要做猜除了我們也可以拍啊 我們可能要寫了 好棒喔 好棒喔 麻煩先往後好不好 在前面先走啊 也有一些 麻煩你們現在開始 到封鎖線外面拍攝好不好 去封鎖線外面拍攝 因為等一下開始猜除會危險 麻煩你們開始往外撤退好不好 你們要拍照封鎖線外面也可以拍 要拍照可以到封鎖線外面拍 你們在封鎖線外面拍 你們在封鎖線外面 不要拍攝 你們剛剛就應該先畫封鎖線外面拍 我們現在告訴你那個區域 現在在外面我們現在開始想要執行的動作了 好不好 要開始翻東西要拆除了會有危險 你們要 你們要訴求可以 但是不要讓自己受傷好不好 想要想想你的動作好不好 等一下要執行公務 要反往後面移 往外面 加油 加油 在巷口 到巷口外面那邊 警察封鎖線那邊好不好 你們從外面拍 你們從外面 你們要拍可以 從外面拍好不好 你們現在先畫射一個 因為我們等一下過去 等一下你們又把我們趕出來 我們又不能拍怎麼辦 OK嗎 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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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走 向口那邊警察會唯一條線 你們可以從巷口外面拍進去 你們要先畫射一個 我們先去看 警察外面 在巷口 靠近公公那邊 你們可以在裡面 你起碼裡面進空 我們離開這樣比較合理 你們還在作業 我們當然要作業 我們作業程序就包含這裡 給你們三分鐘的時間 給你們三分鐘的時間 請你們到外面那邊 我們跟你講 給你們三分鐘的時間 我們現在整個要開始想要自己程序了 麻煩你們注意自己的安全 你們要拍攝 我們讓你拍攝 麻煩到那個區域去拍攝 三分鐘的時間 這個年輕的很怕 要寫報告喔 我看在那裡 但是麻煩請你們給我們作業的權利好不好 我們今天必須在這邊作業 我們要作業好不好 等一下開始你們要清空 機具要進來 你們在這邊離拆除地點太近了 好不好 請你們到巷口那邊 事實上你們還是可以看得到 好不好 請問一下你們人都走光了嗎 小廣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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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往這邊移動喔 不好意思往這邊移動拜託一下 請問一下你們人走光了嗎 還沒 所以我們還要在現場 拜託往這邊移動好不好 你在工作我們在工作 台北小組 拜託一下司法司服官已經請你們先移動了 這司法司服官過來講你是中間人 叫他過來講 是你一天就那些嗎 剛剛他已經跟你們說過了 不好意思拜託一下拜託 拜託 你們不要趕緊 著 阿 然後叫我們走 你不注意阿 你們在那邊前面 往前移動好不好 是你不住 我 好 拍照的朋友 麻煩是不是先慢慢往外移動了 好不好 你這樣司法事務官過來講嗎 我是司法事務官 OK 那裡面 因為裡面還有人 裡面有人 對 我們現在已經在執行強制排除的動作了 我們需要做動作畫面 好不好 外手機來說 在外面 在外面可以拍 好不好 我說在外面拍 好不好 在外面拍 你們在做工作 你們在外面工作 我跟你講 大家彼此給彼此個方便 好不好 好 我說我不妨礙你們拍攝的權利 但是麻煩封鎖線外面進來 拍進來好不好 你們動線都騎到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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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進來看看 是因為什麼原因嗎 沒有等一下我們要看一下 對沒關係我們要看一下 對啊 一起趕快 來快來我們看一下 公民行動已經幾乎了 這個沒辦法我們有 為什麼沒辦法 紀人還可以 不然我們就請示一下 這記者證啊沒錯啊 這是記者證啊 我們請示一下好不好 請示好 請示請示 請示 請示等一下 好 我們請示一下 好 先進來 先進去 前面為什麼自有時報就可以進去我們就不能進去 你現在都幫你請示好不好 我幫你請示好不好 為什麼別的記者就可以進去我們就不能進去 我們也是記者啊 對啊 這是什麼原因你可以跟我說明一下嗎 可以說明一下嗎 我們也是記者啊 別他媒體就可以進去我們就不能進去 我們就不能進去 稍等一下嘛我們請示看看好不好 沒有說不然明明我們請示看看 公民行動已經幾乎不要過 怎麼報的公民行動沒有這個報呢 我們是國客會之前國客會的計畫 國客會的計畫 可是那個你們也沒有也沒有那個記者協會的 記者協會 對啊你這個是公民協會跟這個不一樣喔 不需要登記什麼吧 對啊你這個不是記者證喔 我們這邊沒有登記 就算我現在用公民記者的身份 我還是可以進去 大法官就已經有釋憲了 做這個部分的釋憲了 為什麼我現在不能進去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這裡有管制 對我知道有管制 既然立法已經釋憲公民記者也可以進去了 那為什麼我現在不能進去拍 公民 你這個不是所謂的記者協會裡面 我們有發文給記者協會 對我們有發文給記者協會 有記者協會他認證的 我們請他進來 我們有發文給記者協會 所以說這裡 這邊正在設媒體區 所以說你是公民行動的 請問您是哪一個單位的 我是大安分局的 大安分局的 所以說 督察員趙俊發我可以跟你講 我們只是問你說是不是記者 我是記者啊 對你是記者 那請問一下是記者協會認定的嗎 記者協會認定 對你是記者 必須要經過他們認定 他們知道我們是哪個單位啊 我們是給記者協會 因為你們要交 我只能跟陳先生嘛 是不是 陳先生講 我們要做一個識別認證 比如說像他們 不好意思我們也會做 沒關係你盡量 所以比較大家的媒體 你就可以進去 看一下證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都會一樣的 我們都一樣的 我們都一樣的 兩位一起的是不是 對 所以 現在拿得出 合格 需要合格什麼 合格登記證嗎 現在記者沒有必須要登記什麼東西啊 他們都有 他們有就這樣子 你們在發文之前 也沒有做這個部分的視線 或是說明啊 怎麼現在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 好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這些為虎坐艙的官員 這些為虎坐艙的官員 他們現在已經進到巷子裡面了 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要宣告 他們要宣告強制拆除 要開始進行 他們怎麼會 你們要拆著 這管啦我們留著幹嘛 你們要拆著 我們很激動心 就你叫我們如果突然要走 要交班我吧 對啊 這已經拆過好多次了 你們怎麼還我們啊 就你們人 你們給告訴我們啊 我們沒有要邀請 我們沒有再要這個東西啦 不是 我們有記者證 我們這邊要發記者證啊 不是 這樣子好不好 你這樣子還 他生地啊 我們等記 等記就好了 他不放我們 我們跟他們報這個要 他也要 真的 你不要鬧跑喔 誰要 奉名片就好了 把名片換證就好了 他二號碼隨便抽了 來 請問 兩位 照一下 公道 那個張謙 他一個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張謙 還有一個張 黃碩 不然我幫你拍一下 中央通訊室 這邊我寫了 7號6號 因為 通知也不用請問 這個 太心了 通知 這邊 這邊 就是剛剛那個 應該是法務部的人 講證書 講證書的人說 我們一定要換證 才能在這裡採訪 那不然呢 可能就是到時候 要請警察把我們驅禮出去 那我覺得這相當荒謬 因為我們新聞跑了5、6年多 第一次說在街頭採訪要換證 而且更荒謬的是 他一剛開始的時候還說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技能壓在那邊 然後是經過我們抗議之後呢 他才說 那不然拿名片 那後來又改成 就是沒有名片也可以 對那我覺得 這是 最方便的是 他是抄在一張紙袋上面 然後基本上 這種規格 大概只有總統來 才會有這樣的規格 對 一開始其實也沒有任何的通知 你們有這些 沒有通知 就現場通知啊 然後就在 現場說就算啊 就在怪手的履帶上 就開始登機換證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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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 谢谢大家